買甜梅菜, 叫來蒸豬肉, 華蟹, 這隻是石澳甜梅菜, 三十六斤斤 我要買一些深色一點的, 先拿開兩包, 包裝我很少買的 買一棵梅菜, 這些是不是甜的? 對, 這個甜的 用來蒸豬肉這些就行了 好, 這個比較漂亮 嘻嘻, 比較漂亮 好, 謝謝 買些甜梅菜就比較漂亮 多少錢? 十二斤 十二斤就OK, 謝謝 大樓梅菜蒸豬肉, 哪些軟? 用肥瘦 肥瘦嗎? 有些靜瘦, 給阿婆吃 給阿婆吃 這是什麼? 林瘦 好, 給三個元 好 買林瘦肉, 用梅菜蒸就行了 OK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不用了, 我自己切片 我是月豬月好, 大家好 剛剛也看到我去買了這些豬肉 這些是軟的瘦肉 你也聽見我跟大哥說的 有沒有一些軟的? 我買來梅菜蒸豬肉的 我說, 半肥瘦 我說, 不要了, 要瘦一點 那是比較軟的瘦肉 因為太晚去買了 接近五點鐘, 已經賣光了 一般來說, 當然是梅頭 第一刀那些很棒 不過這塊都OK的 因為我說, 我給阿婆吃的 出口術 其實, 阿婆, 當然不是 我一家人吃 另外又見到, 我買了梅菜 梅菜, 你見到 這幾千斤 36 這裏是12元 12元兩棵 買了就買兩棵 買梅菜, 買甜梅菜好一點 我覺得 買一些深色一點, 軟身一點 有些乾到死的就不要買了 今天又是很熱 這陣子的天氣 一定要煮一些快快脆脆 簡簡單單又開胃的菜 這樣就給大家一個參考 早看影片之後 今晚也好 又很簡單 這樣就可以做 那今晚呢 就, 梅菜蒸肉片 不要剁爛它 他幾壞 他以為我要攪爛 跟我一兩刀就剁三刀 是不是攪爛 不是啊, 我要切片 有時候, 梅菜蒸肉片 更好吃 那你千萬要買這些軟軟的 反而不好吃 馬上做給大家看 梅菜蒸肉片 梅菜買回來 我今天用一棵 不要買太多 其實有很多菜 一棵梅菜買回來 很多朋友說浸水 洗十次八次 沒有用的 一定要撕開來浸 記住 因為裡面藏的沙泥 你如果不撕開來浸 就很難洗得乾淨 你看看, 多髒 最重要是知道 這樣撕開了之後 你看這些水 如果不然你就這樣浸 一百次都沒用 OK, 又洗到第二轉 這個動作 重複, 這樣洗一下 這樣拿去就可以了 你不用怕它拿爛 不會的 重複, 直至水清了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的水 清光了 清光了 大家看到的水 清光了 可以照鏡了 這樣就可以了 給你力量 好, 現在就這樣 鋸一鋸水 鋸一鋸一鋸 待會就可以做另一個動作了 好, 另外就是牛肉 這些是新鮮豬肉 這些不用出水 不用飛水 因為這個要來蒸 是新鮮的 所以洗一下它就可以了 因為它要有肉味 你看到肉多新鮮 要知道現在在吃什麼肉 知道嗎 你要理解 OK, 好 洗乾淨就可以處理了 好, 現在我們要處理梅菜了 剛才拿乾水 如果不夠乾的話 要拿乾一點 拿乾水出來 對了, 乾淨了 一波波就拿出來了 將它這樣 這裡只有6元 兩棵12元 就是6元 6元 加30元 到36元 這道菜 這樣就切了 可以切碎一點點 另外, 這些筷子 你可以這樣切開 一開二 這些就是梅菜心 其實這些是最好吃的 太粗的 你就要一開二切開它 對嗎 對嗎 你明明我說什麼 OK, 這樣切開它 因為稍後 梅菜拌出豬肉 等於冬菇炸豬肉 它吃到那種梅菜的香味 太粗的就這樣切開它 一樣 上次好像拍了一個 冬菇魷魚 蒸豬肉 那時候 我是找些糖 餵一餵冬菇 梅菜 一樣可以做這個動作 為什麼呢 因為有糖 就可以餵到梅菜的味道 這些甜梅菜本身是甜的 但是剛才洗了 我現在放這匙糖 一會兒就不用放糖 在豬肉 一樣 但是餵一餵它 梅菜又特別出味 一個湯匙 不用怕 這麼多糖 女士很多時候也是 這麼大的梅菜 放一匙糖 其實不是很多 有時候煮菜的東西 我又要告訴大家 很多時候 物極必反 其實最重要 它是不是真的好吃 因為梅菜在吸糖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切肉片 放在這裡 梅菜蒸肉片 很重要 薑絲 好 先洗一洗 洗乾淨的薑 就切薑絲 好一點 切好了 薑絲 多一點也不要緊 好吃 因為梅菜 拌上薑 這些薑絲 特別好吃 可以拌 用這個碟拌不可以 要用一碗拌 用一碗拌 不如全部拌下去 這樣就好拌一些 生抽 一湯匙 一個湯匙的蠔油 拌勻 馬上蒸 已經可以了 可以了 今天要用大火煮水 蒸豬肉 肉片 25分鐘 蒸透一點 不要緊 蒸得不夠透 就不好吃 可以攪拌 如果 aircraft機能中別 要用大火煮水 第一,第二就是要一路蒸到尾,不要打開蓋 一打開蓋就要拿出來 好,25分鐘之後再跟大家說 梅菜蒸肉片已經蒸了接近25分鐘了,OK了 在這個過程之中,你看到這些水嗎? 這些就是凍汗水 我沒有打開蓋,我不知道裡面有沒有水 我現在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OK了,看到這些水就是這個嗎? 看看看到這些水 明明我說什麼? 所以如果你中途打開蓋,水可能會滴進去 哇,好香啊 好,先拿過來再跟大家說 梅菜蒸肉片出來了,嘩,真是熱 大家看到了,很簡單的 這裡是30元,這個臨秀肉 6元梅菜,做些薑絲 多一點,很簡單 讓我先讓大家看看 要放鬆一點點 它也有一點水,很難說 有一點水都沒有,有一點濕濕的也OK 你記住,大家都知道 不要打開它就會好一點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 挺好的 你不要小看它,很好送飯的 這些很棒的 好,讓我先試一口給大家看看 連上梅菜,薑就最好吃了 嘩,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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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聞的,不聞的 記得,如果買到梅頭 當然是最完美的 如果不是,要給它一些軟的瘦肉 梅頭是貴很多的 這個30元很多的 新鮮豬肉 有機會是這些 普通家庭飯菜 幾時都吃到 幾時都吃幾兩碗飯 希望大家有機會嘗試梅菜蒸肉片 多謝 今晚就是這麼多菜 蒸了兩條黃腳立 嘩,這裏是 五十七元的兩條 另外就是 蝦醬雞粒豆腐 十八個九 雞粒豆腐四元 接著就是 梅菜蒸肉片 三十元肉片 六元梅菜 接著就是 秋葵蘑菇洋蔥 十五元的蘑菇 八元的秋皮 二十三元 加三元 這個就是二十六元 這個就是我們今晚的一頓飯 多謝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 多謝大家訂閱 愈煮愈好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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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